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景 我是石涛 11月9号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这天 当时怎么拍板的 什么原因 为什么呢 24年前1989年的那个蛇年的11月9号 是柏林墙被推倒的日子 纪念日 而当时被推倒的过程是一个谣言的过程 为什么 当时整个民主德国也叫东德 一位政治局委员 就跟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概念一样 一位政治局委员说 东德人民怨声载道 那为了能够把这样的怨气尽可能的找一个出气口出一点 能否放行放松对东德人的出行的管制 这是提出的建议 结果就在十一天 结果就在 结果就在1989年 このhein 当时的东德总书记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说出来了准备放行放宽东德人外出旅行的限制 在当天晚上 一位这个东德的政治局官员 是另外一位官员 在一次记者会上 就提到了相关的规定 而这个规定呢 本来是头天晚上说出来 隔一天才会正式执行的 在记者会上 被一个意大利记者追问 说你这样放宽规定的 放宽旅行规定的 这个命令是 是什么时候开始执行这个政策 那个人说直接立刻 这是在记者会上 直接立刻 因为是记者会 所以在对于外国记者而言 这就是很爆炸性的新闻 即刻传遍了全球 传遍全球之后 就在这坑截上 前后不到几十分钟的时间 东柏林的人就知道 东德人也知道 结果东柏林的人就冲向了柏林墙的这个闸口 当时跟士兵出现了对峙 那士兵呢不干 说你必须要走闸口 可是瞬间来了几千人上万人 就要进入西柏林 当时的柏林被分成两部分 那是1961年8月13号的事情 一夜之间建起了柏林墙 那当时建柏林墙 是东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 怕他们自己的人跑到西德去 跑到联邦德国去 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上的防火墙一样 防火墙是怕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故事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结果就在那天晚上的时候呢 就在相互对峙的过程当中 最后边界的士兵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把闸口打开了 而西德人看到东柏林的人冲过来之后 大家上了墙头就开始拆柏林墙 一个谣言 一个谣言 一个本来社会主义东德 想进一步控制这个政权 控制这个政体的一个宽松 就是相对放松一点的命令 为了缓解 或者说为了延续社会主义民主 德国的命运 结果被当成谣言成了真了 就把柏林墙推倒了 苏联整体的瓦解 起始于柏林墙的倒塌 他的原因就是扼杀人们的自由 他的原因是他们在试图维系着自己 延长着自己共产党生命的过程当中死的 而死的过程是一个谣言 那今天咱就看看相应的谣言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德国之声的报道讲说三中全会神秘登场 然后他就解释了整个所谓深化改革的说法 那现在国内报道也是这么说法 对此次会议报有一个根本的希望 我自己的说法其实挺简单的 整个体制不改变 一切都是假的 首先他提到说整个京西宾馆被包围了 据说是两千米之内 所有的人不能进入到京西宾馆附近 然后他紧接提到383方案 这部分的内容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而且讲说在中共的宣传过程当中 改革成为了三中全会的代名词 其实原因是因为78年11届三中全会 当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在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里 特别引述了美联社的一个分析 他直接讲任何设计 威胁政治特权集团利益的改革 都将面临共产党内部的巨大反对 改革派需希望农民掌握更多的土地使用权 让私有经济发挥更主要的角色 但农村的土地改革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但绝对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的 会遭到抵制的 而私营企业的经营的创新 势必打破被红色家族 被官二代被红二代垄断的国有企业的资产 所以它就是很难的 376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在京西宾馆开会 而这376名 他掌控着全国的整个的脉 命脉 各地方的主要的官员 各部门的主要的官员 我曾经形容过一个道理 现在是人吃人黑吃黑的社会 各地方官员 从他地方对他地方而言 他就是你中共领导的代表 他就是共产党 他说了算 所有地方的东西最后都集中到他手里面 而比如集中到他手里面有100份的话 他只跟习近平中央汇报有75份 另外25份装兜里了 这个体制造成的 谁有这个机会 谁都会装兜里的 那作为中共上层 他知道失控了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对下面不了解 所以他就出现了反腐和巡回的 巡回反腐团 中纪委的 但是那东西只能制表 不能制本 那东西只能吓唬人 不能下手 他下手的话就都给杀了 所以你任何在这个体制之下 想改革的说法 想让利益给农民的说法 但是那个当省长的 当省委书记的人说 我就当几年官 你把东西给了他 我就没钱了 我孙子怎么办呢 你们孙子出去了 我孙子怎么办呢 你们孙子是孙子 我的孙子不是孙子 他孙子也是孙子 对不对 自然会遭到抵触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各省级官员去玩 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各县级官员去玩 省级干部 当一开始玩不好的时候 一定养着他们 养肥了他们 大家就是一起的 这就是我说 包括美联社的分析 我觉得都是很到位的 体制造成你不可能 有着实实实在在的改革 装兜里的钱 没谁愿意拿出去 已经给装到屋里的女人 没谁再愿意让给你 这个道理太清楚 因为这个体制放纵了人们的欲望 而与此同时呢 来了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来得挺 我相信让中共上层挺别扭 这个插曲来自于薄熙来的事情 薄熙来在这个 料定了要在这个三中全会前 把这事了了 结果就在三中全会开会这天 薄熙来的支持者挑战共产党人 BBC报道这么说的 薄熙来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党 叫中国制限党 中国制限党的发起人 是女教师王征 她是著名的公开的挺博职者 她是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副教授 那王征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 成立中国制限党合法合理 该党推选薄熙来为终身主席 并将写入党章 并将成立通告通过快递邮件 寄给中共在内的中国其他八个党派 人大政协等机构 并请秦成御方转交给薄熙来 共产党在开会 共产党曾经的领袖之一被开除出党 然后他的支持者在共产党开会这天 成立了中国制限 中国制限党 你现在是抓他 你也说他不合法 你说他什么都成 而就在此之前 薄熙来的长子透过媒体说 他的父亲在秦城监狱 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 如何如何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记住 利益集团 红色家族 官二代 他们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过程中 把共产党撕裂 把共产党埋葬 这样事情的发生 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得了 天灭中共 就是这样的过程中 天灭中共 就是具体的每一个人 握有权力也好 怎么样也好 他在面对现实环境当中 无论出自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出自于任何的理由 但是我们会看到 客观实际情况 就是把共产党整体撕裂 无论你是拥护共产党 反对共产党 你怎么说都成 但是你的动作 你会发觉在整个过程中 撕裂中共 这也是我跟普通老百姓 圈告的一点 跳出这个圈 看到今天的状况 那这个状况 只是一个撕裂的过程 让朋友们认识到 什么叫邪恶 这是我一句老话 退党退团退队 拒绝邪恶 薄熙来的支持者 成立中国制限党 就是跟共产党说不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